记者陈金于新北报道,民众3月22日发现淡水区淡新路段的河山桥混凝土快脱落,砸破桥下路面停放车辆的挡风玻璃,向相关单位反映却未或回应,质疑公路总局以及新北市捷运工程局态度消极,公路总局景美公务段段常务又临澄清。 3月28日会刊后,今3日,湾宫淡带路段目前由新北捷运工程局代样将一公路法开罚3至15万元。 当地干真里长王信重说,车子停放的地方是干真二街,上方横跨的桥梁为淡新路,台二线和山桥,民众3月22日发现水泥混凝快掉落, 由于这是当地人通往淡新路的机车引到碧金路段,他赶紧用交通追尾起现场,提醒用路人注意并向相关单位反映,担心桥梁结构安全,但公路总局捷运工程局确实迟未到场处理。 吴有林说,但海轻轨需于台二线,但今路上失作,施工期间由捷运工程局代为养护, 3月28日和捷运工程局到场会看后,确认桥梁的混凝土不落因为捷运局施工所致,但捷运局却迟迟未进场处理。 为了维护民众安全,公路总局今天先进场清理现场并加强桥梁水泥维护,当天完工,后续将对捷运局开罚并索取工程经费。 新北捷运工程局总工程司林建勋则坦言处理较慢,后续也会负担工程费用,但强调淡海轻轨施工已做好桥撑等相关。 维护水泥块剥落并非工程所致,会负其后续责任。